他们大多数人也是带着家长来的,但是,就没这么离谱过。 暖暖对那位同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你好,我叫顾暖暖,他们都是我的哥哥。 那女孩这才反应过来,然后脸迅速红了。 你们好,我叫安怡荣。 她的父母也过来打招呼了,看着暖暖以及她的几个聋资奉章的几个哥哥,心里直呼好家伙。 这一家子人怎么一个比一个长得好看,气质一个比一个优越。 林承义中的宿舍原本看着还挺大的,但是自从暖暖带着她的哥哥们进来之后,整个宿舍干起来都逼着很多,有种宿舍太小的感觉。 没办法,实在是暖暖的几个哥哥都长得太高了。 顾暖他们对安怡荣的父母点头,然后就各自忙活了起来。 顾明于问暖暖你想要睡哪里? 顾暗指着靠窗那边的床位当然是睡这里了,这里空气好。 寝室的四个床位都是在上面的,床下面是属于他们个人的书桌台以及衣柜。 靠窗的右两个位置,其中一个已经被安怡荣选了,另一个暖暖也喜欢,便点头。 然后哥哥们就开始忙活了起来,有的去买生活用品了,有的去打水来,准备给暖暖擦桌子,还有的去给暖暖办理其他的一些入学手续并且拿军训需要的迷彩服去了。 一事件,其他哥哥都离开了,暖暖就打开行李箱,把自己的衣服收拾出来,挂衣柜里。 顾暗比其他人都要矮一些,就爬床上去给妹妹铺床。 安怡荣和她的家长,看得那叫一个目瞪口呆的。 这一个个看着,就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金贵少爷们,竟然亲自动手,为自己妹妹做这些琐事,这也太宠了吧。 安怡荣看着暖暖羡慕的眼神,简直要化为实质了,她也想要有这么多好看的哥哥宠自己啊。 顾暖暖同学的哥哥,一个个的,也太好了吧。 在其他哥哥出去期间,宿舍的另一个同学也来了。 而且和暖暖一样,相当盛世浩大。 不过,她带的不是自己的哥哥,而是一个个的保镖和庸人,直接把门口都给堵住了。 都进来,这宿舍怎么这么小啊? 还有这床竟然在上面,我睡觉的时候还要爬上爬下多危险啊? 而且,这床也太廉价太硬了,好脏啊。 那姑娘真的是,从进来之后,嘴上的抱怨就没停下来过。 我不喜欢这两个位置的床,就算只是中午在这里休息一下,我也受不了。 这真的是被宠到大的公主了。 她的目光落到靠窗的两个床位上那边两个还勉强可以, 为你们把床上的东西收拾收拾,这里的床我要了。 她视线在安依荣和顾暖暖身上扫了一眼,看安依荣的父母都在,而且她的爸爸是东北汉子,长得很高大强壮,不怎么好惹,就转头对暖暖说。 正在给自己妹妹铺床的顾安都气笑了。 你谁啊,你妹毛病吧? 公主病滚回家去,不想住,就别在这里碍眼。 你 徐娇娇瞪视着顾安本小姐今天就非要睡这里了,你们都进来,把他们的东西给我收拾了丢那边去。 她骄纵地指着自己身后的保镖,反正从小到大,只要她想要的,就没有自己得不到的。 几个保镖走进来,顾安脸都黑了。 很好,你们确定要动手。 徐娇娇抬着下巴,我说了我就要睡这里,安依荣的爸爸都看不下去了,你这姑娘小小年纪,怎么就这么不讲道理? 人家床都已经铺好了,想要那个位置,你自己早点来啊。 徐娇娇大叔,我没让你女儿把床位让出来,你就偷着乐吧,别多管闲事。 安依荣的爸爸顿时大怒你敢欺负老子女儿试试。 愤怒的男人像急了一头被惹怒的狮子。 徐娇娇还是害怕的,但是很快两个保镖就站在了她的面前,她的勇气又回来了。 怎么你还想打我啊,有本事你试试。 暖暖也不怕这些人这床位是我们的,你自己想要好的位置,就该早点来,我们没义务让给你。 徐娇娇呵斥你算什么东西,敢教训本小姐,去,把她的东西都拿下来。 两个保镖上前,固安正想要拦着,一把带着寒光的手术刀飞来,直接擦过其中一个保镖的手,没入墙中。 白莫书站在修长的身影站在门口,修长的手指把玩着另一把手术刀,看着屋子里的保镖和徐娇娇眼神淡漠。 莫名的,他们有种自己被当作尸体看待的悚然感觉。 而且,刚才那一下真的把他们给吓呆住了。 暖暖。 大表哥,究竟在哪里塞这么多手术刀啊? 而且,手术刀直接被他完成了暗器的感觉。 白莫书拎着一小桶水进来好大的架子啊,我妹妹的床你们说拆就拆,信不信我哥把你们拆了,送他医院去。 白莫书也因为自己的亲哥在底气十足,狐假虎威表现得相当到位。 徐娇娇看着白莫书手里的手术刀咽了咽口水你们,你们怎能带刀具进学校? 顾安冷笑一声,怎么,就许你带保镖,还不许我们带刀了。 僵持间,去给暖暖买生活用品的几个哥哥也来了。 顾铭里走进来诱了一声,声音散漫却霸道哟,谁呀带着保镖到学校来打架来了? 这妖牛批。 徐娇娇恼羞成怒,脸都红了。 暖暖嘴角向下撇哥哥,他们想要强制我换床。 哥哥们脸上的表情顿时垮了下来,顾铭里。 直接撞开其中一个牛高马大的保镖。 滚开,挡着老子露了,没张眼睛啊。 可以说非常嚣张了。 保镖憋屈地看了眼他们身上的衣服,确认过眼神,是自己惹不起的人。 同时,他们也头疼了,徐家的这位小祖宗,一天一天地就知道惹麻烦。 徐娇娇看着走进来的几人也慌了,毕竟也只是读高中的学生,在家里的时候,耀武扬威。 小学初中都这样,以为到高中了,自己也是顺风顺水的,没想到才开学,就踢铁板了。 但小姑娘要面子,即使现在心里害怕,也不允许自己怂。 你们怎么这样? 顾铭鱼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哪样? 徐娇娇? 憋红了脸也说不出话来。 而且,这在顾南顾北走进来的时候,徐娇娇就更不敢说话了。 她的一群保镖也成了安纯,恨不得缩小自己的存在感。 特娘的,这是顾家那个继承人啊。 他们保镖公司的老大,在他们入职训练的时候,就给过一些照片,那些照片里的人都是最不能惹的,其中顾家的这位继承人就在榜上。 可偏偏,还没开学呢,就惹着人了。 跟在徐娇娇身边的保镖,简直都要哭出来了,这都是什么事儿啊? 眼瞅着顾暖暖回来的哥哥越来越多了,甚至把自己的保镖都挤到了宿舍外面,徐娇娇脸色白了白。 顾安斜眼看着她还想要我妹妹的床位吗? 徐娇娇捏如着唇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在众人的视线中憋红了脸。 谁,谁稀罕啊? 她被吓得一边哭着说自己不稀罕,一边往外跑。 暖暖吐了吐舌头,他们可没打人哈。 最后都不用暖暖的哥哥们动手,徐娇娇自觉丢脸,而且也是真害怕,倒是很主动,灰溜溜地去找老师重新给自己安排了一间宿舍。 暖暖也迎来了两位新室友,之后的两位室友看起来都是比较好相处的。 报名之后,哥哥们都离开了,暖暖也和新室友们一起出去吃了饭算是认识一下,之后第二天就开始了军训生涯。 暖暖声的娇小,跟羊娃娃似的,即使拿的是最小马的军训服,穿在他身上也有些大了。 而且同样是穿着军训服,其他人穿着一眼望去,进入人群中都找不着人了。 暖暖却依旧白生生精致漂亮,连看起来有些灰扑扑的军训服都封印不了他的颜值。 大家都去操场上找到自己的班级站好,因为比较矮,暖暖是站在最前面一排的。 那么炎热的天气,顶着大太阳,穿着学校统一发放的迷彩服,所有学生都站在了太阳底下暴晒。 才站了没几分钟,汗水就不要前世地流下来了。 教官来了之后,更是开始占军资了,大家都在教官的指挥下站整齐,昂首挺胸,手指贴着裤子不准动。 这下汗水流得更欢快了。 几天的军训下来,暖暖表现得重规重矩,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娇气,仿佛第一天就要中暑晕倒。 第一天,倒是真有人中暑晕倒了,但不是他。 可以啊,暖暖,我们都害怕你会中暑呢。 休息的时候,暖暖的室友做到他身边说话。 暖暖精致的小下巴微微扬起我才没有那么弱呢。 他可是能和大老虎站在一起的人。 看着小姑娘略显骄傲的模样,一身乳白的皮肤在阳光下能反光, 他们几个人的胳膊凑在一起,色彩对比太过惨烈。 室友们都郁闷了。 同样是在阳光下晒,为什么你的皮肤看起来还是那么白? 他们不仅被晒黑了,胳膊上还被晒脱皮了。 暖暖摸摸自己的脸也有黑一些吧,之前比现在还白呢。 大家! 你这就太反尔赛了吧! 我用的防晒喷雾和防晒霜都是我朋友送的,你们药标也试试吧! 他的防晒喷雾和防晒霜都是谢景生送的,谢家本来就是做医药的, 还养着一个精锐的生物研究团队。 暖暖来上学的时候,谢景生就送给了他他们自己家里生产的防晒喷雾和防晒霜。 而且还是没有上市的那种,吞在身上冰冰凉凉的,还带着一股淡淡的薄荷清香,特别舒服。 其实,按照以往的话,他虽然不是容易被晒黑的体质,但在这样的暴晒下,肤色还是会暗沉一些的,而且容易被晒脱皮。 看来,景生给的那两样东西效果还是很强的。 此刻暖暖的室友们听到他的话,眼睛都亮了。 可以吗? 暖暖点头可以的,回去就给你们用在,我亲自试用的效果很好哦。 谢谢小仙女,你太好了吧。 然后军训结束回到寝室的第一时间,暖暖就把自己的防晒喷雾和防晒霜拿出来给他们用了。 顺便还偷偷拿出手机来给景生发了消息,告诉他自己军训中的事情,还有感谢他送的防晒霜和防晒喷雾。 谢景生,用完了吗? 我再给你送一些过去。 暖暖还没呢,我发现好用就安利给我的室友了,你送给我的好大瓶的,应该还能坚持几天。 谢景生也没多说什么,只说了好。 只是第二天,暖暖就看见了熟悉的人。 少年穿着白净的衬衫,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闲停信步地走过来。 暖暖。 景生怎么来了呀? 阳光中的少年,干净清爽,眉眼清冷,好看得仿佛像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贵公子一般。 一路上,不知道收获了多少双视线。 即使在军训中,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看着他。 画中人,真好看啊。 面对这一双双的视线,谢景生却很坦然也很自然地找到了暖暖所在的班级,并且一眼就看见了他。 在一群被晒得皮肤有黑的学生中,暖暖一身白皮,加上即使穿着军训服也掩盖不了的容貌,让谢景生一眼就看见了他。 见他们还在军训,他便找了棵距离不远的树,在树荫下坐了下来。 等到吹哨休息的时候,暖暖就和教官打了一声招呼,一溜烟地跑了过去。 景生你怎么来了呀? 谢景生看他额头上满是汗水,拿纸巾给他擦了擦。 来给你送这个。 那袋子里拎着的,正是之前他送给暖暖的防晒霜和喷雾。 暖暖扒拉了下,看着里面的东西眼眸弯了起来这么早就给我送来了呀,那多不好意思。 嘴上说着不好意思,但手非常诚实地接了过来。 另外的三套是送给我室友的吗? 谢景生点头伴了一声你的自己用。 看暖暖缓过来,没那么累了,谢景生这才拿出一瓶冒着白气的水来。 喝水吧! 景生你真好! 少年看着谋若心灿的小姑娘,晃了下神,然后失笑地揉揉她头发。 被晒了这么久,不仅没被晒烟,看起来好像更有精神了呢。 在休息的时间,暖暖基本都是在和谢景生聊天的,等到哨声响起,她才连忙挥手跑了回去,开始在教官的带领下一板一眼地训练了起来。 谢景生站在树下看着,有些心疼,但更多的却是欣慰。 她知道的,很多大家族的少爷小姐,军训的时候,基本都不会来参加军训。 但是,她却从来不会逃避自己要做的事情。 明明看着那么弱小,但她却比任何人都要坚韧。 一个月的军训下来,所有学生都脱了一层皮。 就算是暖暖的皮肤,比起之前也黑了些,但是和其他人比起来,却依旧显得要白净很多。 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军训昂,他们都成长了不少,经过刻苦艰难的训练,身姿挺拔了,说话的声音也特别洪亮,进学校之前肚子上有肉的,经过一个月时间的艰苦训练,好多人都瘦了下来。 暖暖感觉自己的腰都细了一圈,但是脸上的婴儿肥还在,依旧带着稚气。 军训结束,教官们也该离开了,虽然军训结束了,大家挺高兴的,但是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下来,面对离别,大家都舍不得了。 好些人红了眼睛,感性一些的,甚至直接哭了起来,最后大家一边哭,一边唱着军歌,把人给送走的。 伤感也就那么一下的时间,军训结束放假回家,大家又高兴起来了。 早早回到宿舍收拾好东西,洗完澡,换上自己的衣服,高一学生,又穿得青春盎然的,皮肤虽然黑了点,但身体,看着更健康了呀。 暖暖收拾好东西下楼,小哥哥和霍长风早就在楼下等着了。 哥哥,霍长风? 他们都不在一个班,但是每次军训休息的时候,霍长风和顾安,还有以前班上玩得好的一些同学,都喜欢往他们班跑来找他。 因此,现在班上的同学们基本都认识顾安和霍长风了,并且也知道了顾安的魅控属性。 两个男生的皮肤比以前不止黑了一点点,才刚军训完,他们站着的时候都下意识地挺直了被站的笔直,看起来就像是茁壮成长的小白羊一般,朝气蓬勃。 顾安揉揉自己妹妹的脑袋走了回家了。 回到家里,家里人看着暖暖自然又是好一番心疼。 顾妈妈捧着暖暖的脸黑了,也瘦了。 暖暖眼睛亮晶晶地可精神了妈妈你看哥哥,哥哥也瘦了,比我还要黑好多呢。 顾妈妈男孩子黑点就黑点,多锻炼一下身体才健康。 顾爸爸很赞同地点头我看这军训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这坐起来站起来也有个样子了,以后每次暑假干脆都送到这种军训的训练营去吧。 顾安。 差点没被苹果给噎着。 你们双标也不用这么离谱吧。 军训完之后,为了让他们放松,顾家几个哥哥干脆带着家里两个小孩出去玩了两天。 整个城市好玩的地方几乎都被他们玩遍了。 但也只有这么短暂的放松时间,因为他们开学了。 高中的课程比初中要多,而且要更加严厉了。 在开学的时候,暖暖就已经学完了高一上学期的课程。 上课的时候如果他懂了的,就刷题看书,下课就去找老师解答自己不会的题。 凌晨一中,不愧是师资力量都比较雄厚的,暖暖不会的去找老师,很多时候都会得到解答。 除了本来需要学习的,他还在学习奥数,并且在第一学期就被数学老师推荐去参加了奥数比赛的考试。 最后拿了个第一回来。 除了奥数比赛,还有其他科普的比赛,暖暖基本上都能得奖。 第一第二,高一一年的时间,他就拿了不少奖项,也成为了学校的名人。 老师和同学基本上都认识他。 放假回到家里,已经14块15岁的暖暖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丽的少女。 小仙女下凡一般的精致容貌和软和的好脾气以及才女般的学习成绩,让他在学校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女神,像是一颗璀璨的星星一样被挂在高空。 大家都能看见,仿佛处之可及,但其实可远观不可谢玩。 高中评选的校花,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随着年龄的增长,暖暖眉宇间的稚气少了些许,脸上的婴儿肥也快消散了,少了几分可爱,却也多了清丽柔美。 它像是江南水乡被骄养长大的虫,如水一般温和又漂亮极了,说话的声音也细细软软的,听着只让人觉得特别舒服。 暖暖,下学期见? 暖暖,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暖暖,今天是高一第二学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今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见不着人了,喜欢暖暖的男生几乎是下课就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礼物往顾暖暖所在的教室跑去。 不然等顾安那个妹空到了,他们不仅礼物送不出去还得被揍一顿。 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场面,明明已经考完试放学的时间,暖暖却被堵在走廊。 青春期的男孩子们看着他多多少少,还是很害羞的,把礼物和情书塞人怀里,就立马红着脸跑了。 暖暖手忙脚乱地抱着各种东西,正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一只骨节分明地修长手指按着他的后脑勺,他转头就装进了一个人的怀里。 鼻尖是熟悉的味道,少年的衣服上带着淡淡的薄荷清香,暖暖眨拔了下眼睛没动了,甚至还嘴角上扬,眉眼弯弯地笑了起来,主动在少年怀里蹭了蹭,像是一只漂亮的小猫。 抱歉,我家小孩拿不了这么多的东西,请带回去。 虽然说着请,但少年目光冷锐,更像是在无声地威胁。 而且他的声音也像是冰雪一般,看似温和,却透着颈骨的寒意,让人不敢与之直视。 周围的男生都看了被他按在怀里,乖乖不动地顾暖暖一眼,那些还没送出礼物的人只能遗憾地收手。 而且这个时候,顾安也过来了,拎着书包,就气势汹汹的,像是一头炸毛的狮子。 曹,你们这些不要脸的,又趁着我不在,给我妹妹塞东西。 这种情况屡禁不止,顾安都烦死他们了。 在顾安的身边,穿着校服的霍长风也簇着眉头,有黑深邃的眼眸,盯着,抱着暖暖的少年,眼神灰暗不明。 这下所有的男生都一窝蜂地跑了。 一个顾安就很能打了,再加上一个更能打还狠的霍长风,那更不得了。 这两人在他们学校被称为校霸,却不是因为找茬打架出名,而是护短。 原因就是,其他学校有个霸王也喜欢暖暖,并且告白不成,还带着自己的一大堆兄弟打算赌人来墙的。 妹控的顾安以及霍长风就被气笑了。 当时两人大杀四方,仅仅他们两个就把对方是几个人给揍得嗷嗷叫,还到医院去了。 这两人一战成名,之后,不管是他们学校还是外校的,基本都没人敢惹他们。 而且关键是,他们俩不仅长得帅,学习成绩还好,老师都护着他们。 那次打架之后,好几个老师都护短地亲自和那些学生的家长理论,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离开了。 就这样的两个人,谁想不开去找茬啊? 唯一不好的,是对那些喜欢暖暖的男生,有这么一个互独自的哥哥和朋友,他们喜欢人,都喜欢得战战兢兢地,生怕被揍了。 此刻他们一出现,想都不用想,总之跑就对了。 兄弟你怎么来了? 顾安把人都吓唬走之后,一脸多亏了你的表情,很是赞赏地看着谢景生。 清冷如雪的少年,放开了按着暖暖后脑勺的手。 下雨了,给你们送伞。 他手里拿着两把黑伞,外面下着雨,天气还有些暗沉。 顺便过来看看。 至于看什么他没说,顾安以为他是来看母校的。 暖暖扬起漂亮的笑脸,谋若星辰,看起来璀璨极了。 景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谢景生去A大读书,回来坐飞机也要一个小时左右。 而且他每每只要有超过三天的假期,并且在那期间没什么大事的话都会回来一趟,而且每次回来都会带一些礼物来送给暖暖。 因此,即便相隔两地,两人之间的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减少,反而越发深厚。 和亲兄妹也差不了了,只除了没有血缘关系。 谢景生动作自然又亲密地捏了捏他的鼻子。 今天刚回来的,暖暖挖了一声你一回来就跟我们送伞了呀。 少年点头你哥哥们都在忙,也不麻烦。 暖暖在自己哥哥和谢景生之间,粉唇微扬露出漂亮可爱的梨窝,声音软软的。 只是比起小时候的诺更多了几分清亮,好听极了。 青年也很耐心地听着。 走在他们稍微后一步的霍长风,看起来有些心情不佳,双手插裤兜里,拧唇低头,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怎么了,忽然就不高兴了。 顾安用手肘顶了他一下,笑嘻嘻地揽着他的肩膀。 放假了还不高兴,你是不是态度有问题? 霍长风深吸一口气没什么,只是觉得有些凶闷。 在看见谢景生抱着暖暖的时候就很闷。 霍长风有一个藏得很深的秘密。 他喜欢暖暖,从进入高中,学了更多知识,懂得了青春的萌动。 看见那些男生给暖暖写情书送东西时,内心的烦躁开始, 他就知道自己可能喜欢上那个温柔爱笑的女孩了。 但是他不敢说,也不敢像其他男孩子一样, 即便怕被顾安揍,也能拿骂光明正大的去送情书送礼物。 因为他们是朋友,暖暖和顾安更是自己的恩人。 别人都羡慕他能站在女孩身边保护他, 但其实,他更羡慕那些能光明正大对着女孩说出喜欢的男生。 即便到了现在,他欠顾家的钱已经还得七七八八了, 霍长风内心深处其实也是自卑着的。 他觉得自己配不上那么好的女孩,也害怕, 害怕自己真的说了,他会失去自己最重要的人。